今天開始兩大防疫措施鬆綁 包括居家照護者確診者隔離天數 從7加N縮短為5加N 也就是說確診者經過五天隔離之後 如果快晒陰性就可以提前解除 自主健康管理 而確診者經過五天隔離之後 無論快晒陰性或陽性仍然都可以外出 但是想要參與二十六號選舉投票 至少在十一月二十號之前 完成通報的確診者才能夠趕得上 另外今天也取消了二十四類場所人員 疫苗三劑令和快篩限制 校園部分為打滿三劑的學生 也不用在每週進行快篩